高值利率卡位时机到 那倒可未必哦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千涵 今天欢迎华信投顾谢文恩分析师 老师好 大家好 老师最近可以看到 外资的期限或是不同调的状况 台股也在盘整将近一个月了 到底后市该怎么观察 好的 那么其实呢 进入这个盘整区呢 可能很多人感觉到非常非常困惑 单纯就量价的结构 单纯就KD的指标 我讲坦白 它是有利于空方 可是问题呢 如果说你回过头来看一下 OTC的夜水指数 OTC指数今天还在创下波段上面新高 所以说基本上呢 我先从极短线的夜水部分 跟大家做一个探讨好了 首先呢 如果说我们单纯就主力心态的角度 我记得呢 在前天盘中的连线节目 我很清楚跟大家预告 我说大盘的主力心态 它是个标标准空 当时台子期货的报价 是落在15,518点 那么最近呢 我只能跟大家报告 也许主力作手 它有不同一层的思维 为什么呢 如果说你仔细观察 目前美国三大指数 道琼工业指数 它是强于纳斯达克 还有肺半指数 纳斯达克肺半指数 也是一条蛇都不会动 那最主要的夜水云 大家还是担心 3月23号的那一天 会不会呢 美国剔销呢 又大幅度的夜水升息 所以这是为什么你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夜水状况 我请问大家 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你看到道琼涨了三四百点 看到PM盘是呈现涨了一百点 就今天台子期货 有没有顺势跳开高 可是很妙的地方就在于 今天早上一跳空开高的时候 我们看到主力心态 它是又有多转为一个所谓空 所以这是为什么台北股市 这最近这一两个礼拜的时间 上下震荡最主要的原因 那么可是问题呢 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一个方向 因为我们知道市场上本来就是有人做多 有人放空 那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空头假设你是看空的 空头你只看空方的防守价 那我是做多的 而我的立场非常非常鲜明 我讲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我只看多方的夜水的防守价 那简而言之呢 不管包括加权 不管包括上柜指数 它的多方的价分别落在15574点 还有207.1 尤其做股票的更要紧盯上柜的夜水指数 因为大盘摆中间 个股摆旁边 那当然我知道很多人看了很多花销投付节目 每个人讲说不用管大盘 反正我的股票每天涨停板 等你遇到空头的时候 麻烦你再告诉我 你股票每天涨停板 所以说只要多方防守价没有跌破之前 基本上我还是建议大家 真的还是要偏多来做一个所谓操作 那只是在偏多的夜水过程当中 那到底要怎么样去做一个所谓股票呢 基本上我除能题材 我们讲了好几个月时间 对不对 尤其就讲1513中心店 因为我相信一件事情 反正股票 反正不管包括中心店 盛达天宇康书 甚至包括5309系统店 他们是个标准的除能 那你可以五只都做 可是我只相信一件事情 在股票市场你要赚到大钱 你一定要focus 所以说这是为什么 我也在跟大家报告1513中心店 那中心店 现在也涨多了 对真的涨的蛮多 真的涨的蛮多 那时候我介绍大家是66块钱 现在来97块钱 那只是说涨多过程当中 我们不老是回顾过去的 如果说有空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节目 或看一下我的Telegram 我们连续加码 所以一档中心店 我们获利已经超过一倍 那我还是强调一些事情 现阶段除能的液水部分 为什么我跟惠阳放在一起 惠阳他是飙飙准成散装 在原物料的 那我请问各位 电的液水价格 千安应该知道 应该全世界都是一样 只会这样子一直上去 因为电动车 电动车造成的电动车 需求越来越高 没错 可是鸡蛋的液水部分 等起流感结束之后 它就掉下来了 所以就代表谷物 它的波动会比较大 所以说我们先讲惠阳好了 惠阳68.7 你要特别留意 这个多方有价 绝对不能破哦 那可是说老师 我不能等到68.7 那你不妨去观察 投信法人的部分 毕竟这一波 整个BDI的股票 是投信仰上来的 那如果投信开始出现 转买为卖 那当然你就顺势 站在一个调节卖方 那至于除能的液水部分 既然电价已经 都是往上涨的 即使这一次 我们电价审议委员会 还没开完 可是问题大家不要忘了 3月14号的时候 核二厂 它的二号机要停机 那停机 它所造就出来的电力缺口 是高达将近有56万瓦 而且我之前66块钱的时候 跟大家报到中心电 我讲一个非常简单题材 我说日本都讲的很白 只要日本的汽车 有一半换成电动车 日本整个国内会没电 那台湾也一模一样 台湾你说台湾特别厉害 不可能的 没有比日本厉害 所以说除能它是长线的趋势 那你说它要盘多久 我讲坦白我不知道 可是我现在目前手中还握了满手中心电 因为最主要的原因 空头都没再害怕 股本50亿的股票 目前卷值比高达36% 一个月前是30% 现在变36% 因为大家说 账太多了啦 KT只要背离 一直空 所以这是为什么 即使它现在你看中心电的成交量 瞇瞇眼 我也看得懂 那是量价背离啊 量价背离我可以选择 我先不要做 我不要做 可是问题重点就是因为太多空单在里面 卡住不会动 所以这除能的夜随部分 中心电95块 或是来到92块钱的话 是另外一次上车的夜随机会 那么比较粗糙的夜随部分 刚刚一开始后千安手问到 有关于整个高值利率 那高值利率 我说真的 最高没有比航运类股高 航运类股最高了 可是现在大家当水手当到夷工了 不要再勾夹航运类股 好 那我们讲ABF11版 其实呢 如果说我们就金元代工的制程 我们都知道聊天机器人 最大的受惠者是来自NVIDIA NVIDIA他就下单给台积电 那台积电的高阶制程的夜随部分 他需要封装 需要什么6510金测 6515引微 可是问题ABF的载版 又是高阶制程当中 非常重要的元件 所以基本面来就没问题 只是 他的形态比较弱 弱者有一点很弱 那我是觉得这两档股票 我会选8046南电 因为其实股票市场有一个铁则 选贵的 选贵的 你看创意早上1000块 你还敢买吗 对 大家不会买贵的股票 所以说基本上的话 南电他是比星星有机会 那不过两档股票要一起看 那只要多方防守价没有跌破之前 基本上还配合大盘 大盘应该有截图 他们振一振之后还是有机会创高 是谢谢老师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财经的最新消息 就要赶快加入老师的LINE 跟Tabular 财经急诊室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的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